缅北迎来大结局,缅甸向我国移交了白索城,白银仓,魏怀仁,刘正祥,刘正茂,徐老发6名缅北国感电诈犯罪集团重要头目和另外4名重大犯罪嫌疑人,这也意味着米昂来终于认清现实,把缅北国感罪犯移交给我国了,以史为敬,可以知心替,以人为敬,可以明得失,欢迎订阅真正历史,缅北国感地区,面积不大,人口也才几十万左右。 然而,这里却存在着四大家族的势力,四大家族是国感诈骗集团幕后的保护伞,在中国警方严厉打击电诈的大背景下。 缅北国感四大家族仍不为所动,公然与我国作对,而让四大家族都为之疯狂的,是暴力,仅一个诈骗园区的涉案流水,短时间内就可以直逼一亿元。 今年9月的时候,成都警方打掉了一特大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投入了400多名民警,冻结了银行账户500多个,涉案资金流水达7000余万元,追回赃款400余万。 2022年,中国遭网络电信诈骗总金额超过2万亿,据说每次成功诈骗一次,都会在缅北上空燃放一朵烟花庆祝。 但每朵烟花背后,却是一个个家破人广的中国家庭,电诈已成为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 咱们先来说说这白锁城等人的背景,这些人在缅北国赶地区可是赫赫有名的电诈头目,他们利用电信网络进行诈骗活动,害得不少中国同胞钱包受损,精神受创,他们自以为在国外就能逍遥法外。 哪知道天网灰灰,疏而不漏,那这米昂来又是何许人也,他就是缅甸的国防军总司令,手握重权,一度被认为是缅甸的实权人物,可这米昂来啊。 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竟然把这些电诈头目交给了咱们中国警方,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过河拆桥的味道,咱们再说说这米昂来为啥要出卖这些电诈头目,其实啊,这事也不难理解,这些电诈头目虽然一度在缅北风光无限,但他们的资金大多都被米昂来搜刮走了。 换句话说,这些电诈头目对米昂来来说,已经没啥有水,可炸了,那米昂来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然也就不会保这些电诈头目了。 当然了,这米昂来也不是啥好鸟,他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不惜与虎谋皮,跟这些电诈头目勾结在一起,现在呢,看到形势不对,就立马把这些电诈头目交出去,哎,这真是强倒重人推,破骨万人垂呀。 咱们再说说,这些电诈头目现在咋样了,据可靠消息,他们已经被中国警方成功押戒回国,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看来啊,这白索成等人这次是真的栽了,他们以为能在国外逍遥自在,结果呢,还是被咱们中国警方给逮回来了,咱们再说说,这米昂来为啥要跟这些电诈头目勾结在一起,其实啊,这事也不难理解。 米昂来为了自己的利益,跟这些电诈头目勾结在一起,无非就是为了钱,现在呢,看到形势不对,就立马把这些电诈头目交出去,哎,这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呀。 最后啊,咱们来说说这白索成等人的教训,这些人在缅北一度风光无限,却因为从事电信诈骗活动而落得如此下场,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君子爱才,取之有道,这些电诈头目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哎,这真是令人叹息啊。 总的来说啊,这白索成等六名年北电诈头目被米昂来交给了中国警方这事。 给咱们敲响了警钟,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意识,别让这些电信诈骗犯有机可乘,同时啊,咱们也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活动,让这些犯罪分子无处遁形,只有这样,咱们才能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 至此,原彭嘉生老部下的四大家族全部拿下,那些客死他乡的遇难同胞可以安息了,彭嘉生也可以安息了,米昂来政府扛不住了,果敢王,彭嘉生,果敢同盟军创始人,原缅共领导人之一,祖籍四川省潘之花,一名漂泊海外的华夏后裔。 如今果敢同盟军已经拿回果敢,并且,缅甸滨海城市包多也被联军占领,至此,缅甸西南出海口,打通了,彭嘉生前辈可以安息了。 要知道彭嘉生曾经非常的无助,血泪发出一篇告全球华人书,但却无人响应,要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彭嘉生曾经被认为是金三角的大毒枭,被国际禁毒鼠列为了世界十大毒枭之一, 因为在那个时候,果敢种植因素是在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因素在果敢地区随处可见,果敢地区搞毒品并不是彭嘉生先开始搞的。 彭嘉生继承了这种风俗,那这风俗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1979年,我国调整外交政策,我国开始严格执行独立自主,互不干涉的政策,对免供所有的援助和顾问撤离,免供由于经济上长期依赖中国,这下没有了财政收入,经济又是一落千丈, 根本养不起这支军队,所以,此时的免供打起了鸦片的主意,免供很多干部成为了拜金主义者,免供内部开始不断地腐败,最后走向了解体, 彭嘉生看着满目疮痍的免供,以及对无能为力的最高领导人德钦巴登顶无比的失望。 于是决定在1989年3月11日,发动兵变,脱离缅甸共产党,自立门户,创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经国感同盟军,接管了国感县大队,缅供国感县委员会等机构,吸收了缅供东北军区一旅的四个营,又收编了缅供北方分局所在地蒙古镇大部分人马,至此,缅供已名存实亡了。 此后,彭嘉生成为国感特区主席,面对这破烂不堪的局面,他深感必须要进行改革,他说,如果毒品不从这块土地上消失,那么国感就会再次灭亡,很快,彭嘉生开始推行四禁政策,禁重,禁制,禁犯,禁锡。 但毒品是当时果感的主要经济来源,种植因素是当地农民收入的唯一来源,很多人开始反对,最反对的还是缅军政府,这是断了缅军财政收入,因此,彭嘉生的禁毒之路走得那是寸步难行,屡屡受挫,如今,缅北联军已经夺取了若开邦的第一个城市包多,这可是联军夺取的第一个缅甸滨海城市。 这一战略性胜利为打通从缅北到缅南的出海口,奠定了基础,预示着将进一步控制更多的城镇和地区,目前,虽然缅甸各地的战事仍在继续,但是缅军来的主力机动师也遭受了重创。 如缅军第55,第101师,以及第12,第16野战旅都遭到重创,现在米昂来的主力师只有12个,但其中两个机动师已重创,第77师又正在和若开邦和清邦苦战,第88师在克清邦也被袭击,第33师在石阶省被防卫军拉着打,目前米昂来还能调动的部队只剩下三个师。 第12师在金三角负责着对峙泰国军队,守卫漫长边境的任务,第11师在仰光也不能动,第44师在庙瓦底电炸园区所在的孟邦和克伦邦也不能轻易调动,在这样的情况下。 米昂来政府已经是四面楚歌了,如今兵力就那么点,但是敌对兵力却是越打越多,米昂来政府岌岌可危了,自此,彭家生的死前遗院已经超额实现,白索成等人还被抓捕归案, 为了实现缅甸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缅甸各方势力应当通过对话等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同时尽早交出剩余诈骗分子头目,这十名犯罪嫌疑人曾经是罪恶的源头, 他们在电信诈骗方面非常狡猾和狠毒,给无辜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其中包括了果敢电炸集团的六名核心成员。 他们的罪行广泛而且严重,他们的抓捕和归案是一个全球通缉犯的重要时刻,当中国民航包机在夜幕下安全降落时, 整个国家仿佛都沉浸在振奋的氛围中,人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公安机关的敬意和支持, 有人甚至直言,这帮骗子罪该万死,正义所带来的力量让人们感到无比振奋,然而,除了庆祝之外,更多人开始思考这次胜利背后的艰辛和故事,然而,这并非终点,电信诈骗问题依然严峻,需要更多的努力和社会的共同警觉。 1月30日晚,随着一架中国民航包机降落在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免方警方移交的10名重大犯罪嫌疑人被我公安机关成功压介回国, 这10人包括白索成、白银仓、魏怀仁、刘正祥、刘正茂、徐老发6名免北国感电炸犯罪集团重要头目和另外4名重大犯罪嫌疑人。 去年12月10日,中国公安机关对白索成等10名免北国感电信网炸犯罪集团重要头目进行公开悬赏通缉,目前6人被压介回国,另外,白英兰、魏荣、魏清松、刘激光、4名犯罪嫌疑人在逃。 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崛起于巴巴事件之后, 缅北地区多指缅甸东北部,毗邻中国的善邦和克勤邦地区,地处著名的金三角范围之内,因其特殊的历史、政治、地理等原因, 长期处于武装割剧局面,因电炸园区集中被清剿,而受到外界瞩目的国感自治区,隶属缅北胆邦,缅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 长年由少数民族武装势力把持,国感如今声明在外的四大家族,其历史要追溯至上世纪,1931年,国感王彭加生出生。 彭加与当地土司联姻,势力强大,彭加生早期创立国感民族民主同盟军寻求地方自治,与缅甸政府军对抗。 1989年,彭加生与缅甸政府停战,缅甸政府承认国感的自治地位,彭加生任缅甸善邦第一特区主席,国感民族民主同盟军总司令。 自此,国感位于彭加治下,在2009年,国感地区爆发88事件,缅甸军队与彭加生部队发生冲突,彭加生的副手,军队副司令员白索成及高级军官魏超人,刘国喜等人叛变,导致彭加生流亡,白索成。 魏超人,刘国喜和刘正祥,又名刘阿宝,四家,瓜分彭加势力范围,国感地区从此由四大家族势力把持军政要职,同时垄断矿产,博彩,地产,商贸等行业。 2020年,刘国喜去世,其家族势力逐渐被以明学昌为首的明家取代,明学昌早年亦曾追随彭加生,在88事件之后被缅甸政府任命为国感县长,长期与白家交好, 曾任国感自治区副主席,2019年以来,随着国际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其产业链逐渐向缅北聚集,有知情人士透露。 起初,国感几大家族势力仅出租土地或以干股为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提供保护,后发现电信网络诈骗具有高额利润,所以逐渐创立自己的诈骗园区。 在国感,几大家族头目表面上以地方老领导的身份强调要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但私下为争夺地盘,人员却不惜火拼。 据国感当地媒体报道,国感首辅老街曾多次爆发枪战,就在明学昌被中方公开通缉之前,老街还曾疑似因转移电信诈骗园区人员爆发冲突,几大犯罪集团彻底把控国感,在当年国感88事件中。 白、魏、刘等人一起背叛同盟军,最后白索成在缅甸政府的支持下成为国感自治区主席,拉开了国感四大家族时代的帷幕,在缅甸国感自治区老街,四大家族控制了当地的赌场、矿产、地产经营、商贸等最赚钱的行业,同时也是国感地区电信诈骗活动的靠山。 按普遍的说法,四大家族为白魏二流,即白索成家族、魏超人家族、刘正祥、刘阿宝、家族和刘国喜家族、明氏家族在国感政商界一直被认为排名靠后,是后起之秀。 白家被公认为国感四大家族之首。 据公开报道,白索成本人并不直接参与灰黑产行业,但其膝下二男四女都通过电炸或者其他相关灰黑产行业获利。 白索成的大儿子白英能从政,二儿子白英仓长兵,白英能是国感自治区常委,位居国感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委员会委员一职,并担任国感执政党巩固发展党主席。 他是百胜集团董事长,百胜集团市当地著名赌场及诈骗园区,二儿子白英仓出生于1992年,是百胜集团总经理,掌控着苍胜科技园区、诈骗园区。 他还担任国感财政局副局长,经济发展管理局副局长等一系列职务,2017年,国感民兵大队成立,年仅25岁的他被任命为大队长,白索成四个女儿是白英香,白英蓝,白英平,白英改, 其中长女白英香为国感妇女会主任,四女白英蓝,三女白英平,四女白英改都是百胜集团董事,四女白英蓝被称为国感爱心女神,创建了新百利公司,表面上做酒店,旅游,暗地里从事赌博,色情,电炸等灰色产业,四女白英改与丈夫曹强丽二人合伙开办电信诈骗园区。 发视频炫耀奢华生活,2022年11月26日,白英苍在苍盛科技园举办盛大的30岁生日派对,流出的视频显示,至少有数百人出席,邀请了众多知名明星和网红,为其做视频祝贺,此事曾引起热议。 舆论质疑下,一些拍摄祝福语的明星公开道歉,称当时未了解白家背景,白英蓝和魏荣会逃往何处,魏荣在一众所谓的电炸二代之中,算是比较有脑子的一个,此人一直深谙所谓狡兔三窟的道理,其深知电炸等犯罪活动迟早会被重拳打击。 因此,此人很早就将自己的不少产业,转到了东南亚各地,其中,其最为臭名昭著的巢穴之一,就是所谓的妙瓦底园区,提到电炸,大家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缅北,但是,位于缅甸东南部的妙瓦底,也是一个令人发指的电炸罪恶巢穴,而这个妙瓦底园区的运营方,就是魏荣及其犯罪团伙,因此,笔者认为,在缅北电炸轻负之后,此人很可能与其闺蜜,白英蓝等, 一起逃到了距离缅北较远的缅甸南部的妙瓦底地区附近,那么,很多人也许问了,妙瓦底难道缅甸当局管不了吗?事实还真的是如此,妙瓦底地区如今被名义上的缅甸陆军第44师师长苏其都掌管,这个第44师又被称为是克伦边防军,是缅甸克伦族的武装,只是名义上听从缅甸当局,但是实际上完全是苏其都的私人武装,缅甸当局根本无法插手, 其武装部队的总部设立在克伦邦水沟谷,总兵力至少在6000人以上,而这个苏其都一直与所谓的魏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手下的克伦边防军也一直是所谓妙瓦底园区 KK园区的庇护者,因此,这种情况下,拥有数千武装部队站台的所谓妙瓦底园区,很有可能会是白英兰,魏荣等人的最后庇护所,为了彻底扫平电炸,所谓KK园区是一定要进行清理的,白英兰魏荣等人也是一定要逮捕的。 而苏其都和他的所谓克伦边防军是否敢于做无谓的抵抗,我们拭目以待,明媛慈善家美丽外壳下的罪恶,她缅甸四大家魏家开创者魏超人的女儿,在其唐叔魏怀人担任国赶自治区某边防营监察委员会主席之前, 还是一位地道的绵北本地女子,拥有着美丽动人的外表,在魏佳开始发家后,她开始掌控最臭名昭著的亨利集团和亨利艺术团,专门利用互联网短视频,欺骗年轻人,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一步步开始变得如同蛇蟹一般狠毒,魏荣的欺骗性很强,其身影早期频繁现身于社交平台,把自己伪装为成功女企业家,并以单身女总裁,慈善家,公益倡导者的形象,吸引着年轻人, 把国敢老街伪装成经济正在腾飞的投资热土,还利用亨利艺术团表演,穿着腾装拜年等方式,吸引年轻人到绵北创业,然而,一旦落入她的陷阱,等待他们的只有凄惨的下场,其中那个瓦帮网红李赛高,就是魏荣的杰作,其精心伪装成远征军后代身份,诱骗国内人员赴绵北赌博,从事电诈,在对待电诈园区逃跑人员的折磨令人发指, 曾有人目击,魏荣参与对叛逃人员的酷刑折磨,下令让手下对叛逃人员进行折磨,斩断手指,戈尔,让他在痛楚中煎熬,直至流血痛苦而亡,目前缅北四大家族全部覆灭,相信这朵诗人花离伏法也不远了 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头目被我国成功压戒回国,这一消息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也让人们感到如释重负,这些犯罪分子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摧毁了许多家庭的生活,他们的行径令人愤慨,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白索成, 作为缅甸高官,他不仅执法犯法,还自诩为和善,然而其所作所为,却完全背离了这一标签,他的虚伪面目在压戒现场昭然若揭,站在他身边的妻子眼中流露出的不信任之情更加凸显了他的丑恶本质 而对于其他罪犯,比如魏怀仁,在面临被压戒回国的时刻,他表现出一副淡定的面孔,这种态度让人不禁联想到他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深思熟虑,甚至带有一丝不悔改的傲慢 对于这样的人,人们自然期待着他们能够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关于白英兰和魏荣这两位女性犯罪嫌疑人,尽管媒体并未公布他们的名字,但词条的更新显示他们已被抓捕,这一消息让人看到了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坚定态度,希望这也能成为对其他潜逃犯罪嫌疑人的警示 这次一块被抓的白英仓,想必是大家最熟悉的名字和面孔 去年一段明星为白英仓送生日祝福的视频引起巨大轰动,之后名家落网,还传出不少白家被炸身亡的消息 但当时白家并没有受影响,白英仓甚至更加高调的戴着一千多万私人定制的手表炫富 相比白家,因为美貌引起关注的魏荣就聪明很多 魏荣的父亲也是云南人,因为给果敢吐司当医生而进入深入缅甸 从而创造了四大家族之一的魏家 魏荣长大后接手家族企业,成了核心人物 韩给企业取名亨利集团,同时在网上拍短视频,成了一个网红 之后,魏荣利用互联网和流量,培养了一批短视频博主,通过他们吸引游客去缅北 当然那些都是私下进行的,表面上魏荣一派岁月静好 各种偶遇名人,还和刘更红一起看世界杯 魏荣的弟弟魏清涛也是挺出名的网红 一直说自己家的生意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阴暗处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魏荣姐弟俩还请了一个当地网红 天天在亨利集团门口宣传反诈,又当又立让他们玩得明明白白 而魏清涛更阴险的是,他把出风头的机会都给了白鹰仓 在对方的生日宴上送豪车,把白家送上风口浪尖 和魏荣被并称为缅北双交的白鹰兰 目前也在逃,白家有五个儿女 除了白鹰兰,有两个兄弟白鹰能和白鹰仓 姐姐白鹰香,妹妹白鹰改,除了白鹰仓和白鹰兰 其他兄弟姐妹相对来说也比较低调 因为白鹰兰妹妹白鹰改其实比她更漂亮 但很少有人知道 而且,白鹰改还嫁给了温州商人曹强丽 两人私下也在缅北经营诈骗企业 但平时不声不响 大部分火力都被白鹰仓和白鹰兰吸引走了 目前四大家族全都落网 魏荣和白鹰兰也被通缉 白鹰改等人的消息还没传出 但想必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天网灰灰树而不漏 电炸给无数人和家庭带来灭顶之灾 作恶多端的人也一定会有报应 魏荣还有白鹰兰以及魏清松 此前相传 魏荣已经出逃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陪伴儿子求学 也有甚者相传 魏荣已逃至阿联酋迪拜与其妹妹在此看病求医生活 具体的,我相信应该不识 毕竟她是我大国的通缉犯 马来西亚应该还是会卖我大国的账的 不会包庇起来 至于新加坡买不买我大国的账呢 取决于魏荣在新加坡能创造出来什么财富 能给新加坡带来什么好处 如果没有好处 新加坡也是会把她交给我大国的 大家说说魏荣还能逃多久呢 前阵子网传米昂来把白锁城等人 从蜡须转移到南散军事基地保护 可能是担心明帝五或其他势力抢先出手 因为同盟军一直围困着蜡须 没有撤兵 如果突然发动袭击 可能会把蜡须拿下 如果这些人丢了 那米昂来不好交差 只有把白锁城等人掌控在自己手里面 米昂来才放心 明面上是保护 实际上就是软禁 怕他们跑了 到时候要承担责任 只要人在手就好说 合适的时候就能就交出来 明家那几人也是免方抓住移交的 同盟军打了两个多月 一个重大头目都没抓到 应该心里面还是多少有点失落吧 不过他们率先扛起打击电炸大旗 还是有功劳的 他们也抓了不少小鱼小虾 应该奖赏 要不是他们带头 这些电炸头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落网 白锁城等人 现在应该心情复杂吧 好不容易冲破重重围困 从老街逃出来 以为到了蜡须就安全了 以为米昂来就能保住他们 甚至还幻想 有朝一日能打回老街 没想到米昂来还是保不住 那交的巨额保护费也打水漂了 不过这几大头目跟米昂来之间 可能还有约定 就是能保住他们家族里面 没有被通缉的其他人 妙瓦底诈骗什么时候铲除 对于中缅联合打击电炸取得的成果 很多人表示欣慰 认为缅甸就此走向正途 这个以旅游业和农业为主体的国家 将重新焕发生机 然而我们可能对此乐观了 须知 妙瓦底电炸园区 无论规模还是破坏力 远胜果敢电炸园区 且受到了地方军阀免44式的强力庇护 中年想要打赢这场硬仗 需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从人员配置上 免44式下属数个重装营 人数超过了7000人 拥有包含无人机 反坦克导弹 远程火箭 装甲 坦克在内的各色装备 其依靠地形优势 长期和缅政府军 和支持昂山素季的克伦军周旋 米昂来为了维持形势上的统一 不得不为以苏其都率领的克伦边防军重任 并授予其缅44式的正规军番号 然而苏其都不仅不对此感恩 反而愈发的膨胀和放肆 其竟然于1月22日前后 公开打出独立为王的旗号 对此 米昂来表现得无可奈何 只能派人不断去游说苏其都 但都吃到了闭门羹 致使免44式不受军方节制的原因众多 如免44式认为米昂来大势已去 不再愿意听从征兆 苏其都舍不得妙瓦底垫炸园区这块大肥肉 准备自立山头 继续从事绑架 贩卖器官 诈骗等见不得光的下水道产业 重要的一点 苏其都及其下属的手上 沾满了太多中国人的鲜血 其惧怕中国秋后算账 因此本能的和缅甸军政府做了切割 苏其都以为这样就可以逍遥法外 那就将问题想简单了 须知中方正尽一切努力推进电炸清零计划 除继续向米昂来施加压力外 中方还和缅甸军政府签订了缴漂港合作协议 对了中方还成功斡旋了三兄弟同盟和缅甸军政府的矛盾 让米昂来得以有喘息的机会 如果缅甸方面仍然在打击电炸问题上敷衍了然 那么后果一定会非常严重 电炸清零 妙瓦底不能成为漏网之鱼 预测一下缅甸接下来的走势吧 其一 妙瓦底电炸园区必须清除 不能出现任何打折 敷衍 走过场等现象 考虑到紧国杆地区 缅甸军方向中方移交了约4.4万名电炸嫌疑分子 估计比国敢电炸园区大数倍的妙瓦底KK园区 若被清剿 其向中国移交的电炸嫌疑分子的数量 一定会突破大家的认知 未尽可能的让电炸分子迷途知返 避免漏掉一个人 中方就得协调缅甸军政府 三兄弟同盟 甚至联军政府不对付的昂山素季所属的克伦军 克耶军 也得在电炸清零问题上贡献力量 其难度有多高可想而知 其二 免44世覆灭的命运已经注定 强调一下 米昂来这次是真的行动起来了 和之前对中国的虚与尾夷 形成了鲜明对比 根据缅甸军政府放出的消息 1月23日 缅军在善邦南部南桑镇 逮捕了超过1000名 涉嫌参与洗钱和网络诈骗的中国极嫌疑犯 受克伦边防军苏其都脱离缅甸政府的消息 妙瓦底最大也是最黑暗的KK园区 也因为害怕缅甸政府的打击暴富 已经乱成一锅粥 很多园区老板都准备收东西跑路了 以前灯火透明的亚太城酒店也处于半停业状态 妙瓦底路上车辆也骤增 一是转移物资或人员等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待缅甸官方进一步证实 中缅两国的外交官员在两天前举行了会谈 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沟通 那么这些问题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 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缅北诈骗集团独流 终于迎来了覆灭的末日 这个骚扰了14亿国人的罪恶终于被铲除 总共有4万多相关罪犯 从缅甸送往中国审判 其中的来自四大家族的几名电炸大鱼近日下锅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被押送回国的人究竟会面临什么样的审判呢 电信诈骗的刑罚取决于涮金额的大小 以及是否存在其他严重情节 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 诈骗3000元以上可以刑事立案 超过50万的 根据情节严重 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这里看到最高是无期徒刑 但是电炸为何会涉及到死刑呢 这是因为四大家族这种犯罪武装集团 对被骗过去的人采取了非法拘禁 严刑拷打折磨 甚至直接杀人等严重的暴力手段 恕罪并罚之下 最高是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 现在人已经到案了 最重要的就是搜集其犯罪证据 双方都非常关注缅北的电炸活动 这些电炸分子利用电话或网络 以各种借口骗取中国公民的钱财 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虽然缅甸政府已经将大批电炸嫌犯移交给中国 但仍有一些电炸头目和分子逍遥法外 甚至逃到了妙瓦迪等地 我们当然希望缅甸政府能够加大力度 彻底铲除缅北的电炸窝点 将所有涉案人员缉拿归案 维护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友谊 双方都非常关注缅北的军事冲突 目前缅北的果敢地区正处于战火纷飞的状态 果敢同盟军和缅军展开了激烈的交火 争夺果敢的控制权 这场冲突不仅影响了缅北的和平与稳定 也威胁了中缅边境的安全与秩序 老街镇就位于中缅边界 是冲突的重点地区 如果缅军和果敢军的战斗波及到中国境内 可能会造成中国编民的生命财产损失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希望缅军能够控制好战斗的规模和强度 不要让战火蔓延到中国领土 有人认为 我们可以在缅军和果敢军之间充当调节者 促进双方的和平谈判 这个想法或许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缅军和果敢军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 除非缅军完全撤出果敢地区 否则果敢同盟军不会轻易妥协 而缅军显然不愿意放弃果敢 所以他们可能会先试图通过武力解决问题 再考虑谈判的可能性 当然缅甸政府也非常担心 我们会对果敢同盟军提供支持 所以他们可能会对我们提出一些要求 但这些要求只能是暗示性的 不能直接说出来 我们当然不会理会他们的要求 因为我们从来不会干涉他国的内政 也不会做出违背我们的原则和利益的事情 至于有些传言说 果敢军使用的是中国的武器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不知道果敢军是从哪里购买的武器 但我们肯定没有直接向他们提供武器 有人说缅甸会谈还涉及到老街镇的断电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 任何设备和线路都需要定期的维护和修理 就像人和牲畜都需要休息一样 老街镇的断电只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不会影响到两国的关系 瓦邦下得连夜秀红旗 接班人报爱康要大意灭亲 据消息人士透露 这批电炸重要头目是从内比都压回来的 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应该是被劳免软禁一段时间了 距离白锁城等人被通缉 已经过去将近两个月 直到现在老缅才肯交人 可见背后经过了一系列艰难而又复杂的交锋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缅北还有两个被美国通缉的要犯 罗兴汉和昆沙 但缅甸却顶住了压力 一个都没给美国 尤其是罗兴汉是在泰国被捕的 为避免被美国引渡 缅甸第一时间就要回去了 这一对比 也足以证明抓回白锁城等人 并非易事 要不是白锁城归案 很多网友估计都快要忘了 正是瓦联军副司令暴军峰被捕 暴延板和何春田被通缉 才拉开了1027行动的序幕 但瓦帮迟迟没有交出两名被通缉的要犯 这个暴延板是个有故事的人 并非首次被中国警方盯上 早在18年前就曾被捕 后被瓦帮花高价赎回去 暴延板到底什么来头 让瓦帮如此难以割舍呢 暴延板1970年出生 11岁变参军 不要惊讶 这在瓦帮属于在正常不过的操作 瓦帮是个非常穷的地方 家里孩子多了养不起 送到部队不尽管吃管住 还教文化知识 也是个不错的出路 暴延板在警卫排放了五年马 被暴有语看中 选派为自己的通讯员 不久后又跳到暴有翔身边 担任通讯员兼驾驶员 正是这些工作经历 让他与瓦帮高层关系非常密切 瓦帮宣布脱离免供后 与泰缅边境的昆沙武装爆发冲突 暴延板被调往171军区 担任运输营的排长 专门负责从瓦帮将后勤物资运输到前线 从瓦帮到泰缅边境这条线路 也是传统上缅北地区的鸦片 南下泰国的走私通道 暴延板干了一年多的运输 来回无数趟 对这条线路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大概是干得不错 一年后 暴延板被调到地方去锻炼 担任瓦帮猛冒险龙潭区财政局长 后升任区长 1996年 昆沙武装向缅甸政府投降 瓦帮占据了棋地盘 开辟了南瓦地区 当年瓦帮还未全面禁毒 南瓦地区成了瓦帮走私鸦片的绝佳通道 而在地方得到了锻炼的暴延板 也于2002年调到南瓦地区 担任2518团团长 正是在团长任上被中国警方盯上 年纪稍微大点的网友应该还记得 金山脚地区曾有一个叫韩永万的大毒箱 此人也是从云南出去的 17岁就在金山脚混 他先坐汽车走私赚了第一桶金 后来又跑去开赌场赚得盆满钵满 但人的欲望总是很难满足的 他在缅北建立关系往后 开始搞来钱更快的毒品生意 韩永万在缅北的能量非常大 不仅往来缅北畅通无阻 还能自己养点私人军队运送毒品 但是他非常狡猾 贩毒从来不亲自露面 都是让手下人去干 韩永万曾多次试图把毒品卖到中国来 而且数量都非常大 比如2001年 太人将186公斤毒品藏在数十吨白糖中企图入境 2004年将206公斤毒品藏在油墓中企图入境 无一例外都被查获 中国还将韩永万列为通缉犯 多次被查 韩永万也害怕 不敢再卖到中国来 但他手上还有一吨多货急着出手 这时候 韩永万找到爆炎板 想让他从瓦邦拉到南瓦地区去出货 这些情报都被中国警方一一截获 尽管货不是卖到中国来 但数量如此大的毒品 不论卖到哪里都是个大危害 中国警方决定介入 其实 中老太缅四国早已经建立了打击毒品的合作机制 韩永万要卖到哪里 就由哪个国家出兵查处 在中国警方的牵头和协调下 缅甸出动了一千多军警 在爆炎板去南瓦的必经之路上埋伏 爆炎板带着七十多人 全副武装 压着496公斤毒品 刚一到地点就被包围圈 爆炎板一度与缅甸军警对质 拒绝投降 抓毒品就是要人赃俱货 当时四个合作国家还带着一些国际观察员 因此很有耐心 没有开火 不断向他们喊话 爆炎板那边也一直在与自己的靠山联系 请求增援 双方对峙了三十个小时 爆炎板的后台也不敢救他 无奈之下 才缴械投降 现场不仅缴获了大量毒品 还缴获了枪36支 火箭筒6支 手榴弹33枚 子弹数千发 要真打起来 缅甸军警恐怕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韩永万得知消息后 立马从缅甸逃到老窝和越南边境 租了一架小型飞机准出国 但他的行踪一直被中国警方掌握 在中国警方协调下 老窝实行空中管制 将飞机迫降 才抓住韩永万 2008年 韩永万被枪决 爆炎板因为没有运输毒品到中国来 也没有开枪反抗 加上他身份有点特殊 中国网开一面 并没有引渡他 而是由缅甸军警押送到警洞监狱 后来瓦邦花费巨资 竟然从缅军手里将爆炎板赎回去了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 假设跑制单运输 是爆炎板的个人行为 瓦邦还会管他吗 即便是基于以往的情谊 瓦邦花巨资将其赎出来 以后还敢重用他吗 据最新消息 缅北战士正如火如荼时 又有民间武装加入 给米昂来政府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原本缅甸三兄弟 包括国感联盟 若开军和德昂民族解放军 就已经够吃力了 现在又来了昂山速记领导的防卫军 猛拉军 这三个组织都加入了抵抗政府军的行列 这让缅甸国内局势更加混乱 洞见历史人物 品息世间百态 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最近又有一支民间武装 袭击了缅甸的政府军 这支军队的规模 大约在一千人左右 他们在数年前签订了和平协议 但现在已经撕毁了协议 开始在南部地区发动叛乱 这支军队的名字叫做 博欧民族解放军 1月24日 博欧解放军在扇邦南部发起进攻 目的是占领西胜镇 并于次日下午 被博欧解放军攻占西胜镇 之后 缅甸军方派遣战斗机轰炸该城镇 直至27日 缅甸政府军增援部队 与博欧解放军在西胜镇及其周围 展开激烈战斗 战况陷入僵持状态 我们将持续关注该地区的战况 据缅甸媒体报道 早在明学昌被通缉后 缅甸军政府就意识到 剩下的四大家族 迟早也是烫手的山芋 但是还有最后一丝利用价值 于是白锁城等电诈集团头目 就被缅甸军政府秘密转移到了 善邦北部南山镇的缅军空军基地等 其他军事据点 其实这是缅甸军政府领导人 米昂来的一步凑齐 原本米昂来是不想白锁城等人 暴露缅甸军政府与电诈集团的关系 但这已经是没有摆上台面的事实 于是米昂来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将白锁城等人当作谈判的筹码 但米昂来的失误就在于 他错误地估计了缅甸三兄弟联盟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 果敢同盟军是和四大家族 以及缅甸政府军有家仇的 外界普遍认为果敢同盟军的复仇之战 但果敢同盟军打出的旗号 并不是抢地盘 而是清脚电诈集团 这是极为聪明的举动 既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 逼迫米昂来军政府妥协 又可以在实际上控制住果敢地区 可果敢同盟军攻下老街市后 便也没有了继续扩大战果的理由 毕竟缅北的电诈窝点已经被清脚 但白锁城等人的逃跑 并被缅甸政府军可能窝藏 就成了缅甸三兄弟联盟的出师之名 不过在中方的斡旋下 缅甸各方来到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进行谈判 而停火最终是达成了 但也就宣告着米昂来政府必定需要妥协 交出白锁城等人 因此米昂来还是选择了一条最现实的道路 那就是积极配合中方和各方打击电诈 起码保证了缅北地区的和平稳定 这对于缅甸当前的局势来说 是极为不易的 毕竟缅甸全境现在堪称狼烟四起 也是米昂来政府上台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 如今的社交媒体上 充斥着对米昂来政府不利的消息 不断有集会的领导人公开反对米昂来 要求他下台 并且这些言论获得了在场群众的欢呼 要知道对于缅甸军政府而言 这样的言论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显然从去年10月底 缅北地区突然爆发战事以来 短短几个月 军政府已经失去了对至少35个城镇的控制 虽然现在缅北 也就是中国边境附近达成了停火协议 但是在其他地方 战斗仍在继续 如今米昂来将紧急状态再延长6个月 以允许军方执行任务 但现在显然缅甸的民众 不愿再给米昂来6个月的时间 缅甸的经济 在数十年的军事主导统治之后 已经疲软 并遭受了重创 自三年前军事政变和西方制裁以来 外国投资枯竭 包括不断的停电 燃料等关键商品的受到频繁冲击 以及价格飞涨 进一步压缩了普通家庭的生存空间 加持互联网的普及 普通民众看到四大家族等成员不断炫耀财富 心中的怒火已经到达了极点 更不必说军政府可能与其暗中勾结 这都进一步削弱了民众对军政府的支持 而现在这些反抗力量 也给出了与军政府谈判的六大要求 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将武装部队置于文职政府的控制之下 并结束军事对政治的干预 其次是寻求建立一个联邦民主联盟 看得出来 这第一点就已经是动了米昂来执政的根基 对于这样的要求 相信米昂来不一定会妥协 于是持续不断的战事就难以避免 不过这些抵抗运动的势力正在不断壮大 虽说缅甸军方实力不俗 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击败缅甸政府军 而且至少能够迫使军方交出实质性的一些权力 缅军已失60%国土 米昂来前程难料 据外媒报道 缅甸军政府已经失去对60%国土的控制 而联合国表示 缅甸三分之二的国土正笼罩在战火之中 在缅甸14个邦省中 目前只有二个似乎还安然无战事 缅甸军队证明国内历史上首次全面爆发的战争 从常规战到游击战 从公开战到秘密战 各种类型的武装冲突同时展开 令缅军不胜其扰 疲于应对 同时 缅军士气低落 精疲力竭 在缅族人占多数的地区 由于战斗过于残酷 甚至导致缅军无法招募到新兵 与此同时 反对米昂来的声音与日俱增 包括来自清军方的人士 本月早些时候 缅甸极端民族主义僧人包克 塞亚多在冰乌伦举行的抗议活动中 呼吁米昂来辞职 冰乌伦是曼德勒地区的一个城市 驻扎有大量军事力量 也是缅甸国防服务学院所在地 也有报道认为 近期米昂来不太可能被赶下台 因为缅甸的军队文化 具有封建制度下人身依附的特点 另外 也有人担心 新人上台后可能会更加暴力 但不管怎么说 就像一位逃离缅军的人士所说 士兵们也许还爱着军队 但他们已经不再爱军队的领导人了 预计在未来的几个月里 战局将继续计划 仰光和内比都这两个重要城市 可能会成为战场 而米昂来的命运也变得悬而未决 他可能会选择 与果敢同盟军进行谈判 以求的一个相对有利的结局 或者 在战场上被果敢同盟军申情 并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最终极有可能被送上绞刑架 享受和独裁者萨达姆一样的待遇 然而 果敢同盟军的胜利并非一事 他们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 首先 米昂来领导的政府军 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作战经验 他们可能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战术和策略 来对抗果敢同盟军的进攻 此外 政府军还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支援力量 包括空军和炮兵等重型武器装备 这些装备在战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关键的战略资源 除了米昂来领导的政府军外 果敢同盟军还面临着其他民族武装势力的竞争和冲突 在缅北地区 存在着多个民族武装组织和政治派别 他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地缘政治争夺 这些组织和派别都有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诉求 有时候会与国敢同盟军产生矛盾和冲突 这些内部纷争可能会分散国敢同盟军的经历 削弱其战斗力 此外 国际社会对缅甸局势的看法和态度 也是影响战局的重要因素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缅甸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问题持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有些国家可能支持米昂来领导的政府军 提供援助和支持 而有些国家则可能倾向于 支持国敢同盟军等民族武装势力 这些外部力量的介入和干预 可能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 总的来说 缅甸的局势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国敢同盟军与缅北联军的壮大 米昂来政府的困境 都预示着未来可能发生重大变革 无论是政治 经济还是军事层面 这一变革都将对整个东南亚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 密切关注缅甸局势的发展 并寻求合适的调解方案 将是避免更大规模冲突的关键 1月30-31日 在彭德仁司令员的率领下 第一特区党 郑 军干部代表团来到彭家升老主席 彭家副老司令员目前 向二位先列隆重汇报了正义党 同盟军在2023年10.27飓风行动取得的辉煌战果 以告为二位在天之灵 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 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 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在彭德仁司令员的率领下 同盟军立兵默马 整个代弹 通过三年的精心准备 组织了四旅四线和四支革命友军 于2023年10月27日凌晨 开启了又一轮轰轰烈烈的武装革命行动 10.27飓风行动 开局首日全线大捷 此后一路凯歌 势如破竹 政变武装被同盟军英勇战士摧枯拉朽 节节败退 溃逃者有之 投诚者有之 响者四千多人 被俘者打两千 死伤数以千计 同盟军开创的新战法 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打破了缅甸战争史上的多个记录 敌城建制投降 逼得七名准将不战而降 缴获装甲车19辆 坦克4辆 共计23辆 其中被烧核打击毁坏5辆 多管火箭发射车 架 7辆 其他武器装备弹药实数万计 攻克敌据点300余个 收复城镇6个 口岸4个 光复了蒙古 棒赛 滚弄 老街 桂盖等历史辖区 用了71天 以牺牲百多干战的代价 夺取了伟大的胜利 全数驱逐了 盘踞在果敢境内的政变武装人员 第一特区政权和历史辖区全面光复 以彭德仁为首的后记者 告为二位老领导 后记者们 已经圆满完成了二位领导交付的任务 超标准的实现了先被未完成的遗愿 缅北果敢同盟军再出新规 严禁在网络上发言 彭德仁严命治军 自从同盟军回乡创业成功后 彭德仁是彻底站了起来 特区沦陷十四载 虽然电炸保护伞和电炸产业虽已铲除 但满目疮痍的特区各方面都需要重建 包括精神文明 人生价值观和经济发展观都需要建设 此时的果敢百废待兴 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 原委政权编制内人员可不能白白舍弃 毕竟这些人跟着白索成 也是混口饭吃 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有经验的人员 需要同盟军召回 这其中就包括了果敢老街消防大队长周太发 此人在四大家族倒台之前 周太发是魏怀仁的手下 担任果敢消防队队长 而同盟军拿下老街后 由于这类岗位并非是军政要职 而且此人也积极配合 所以就保留了下来 然而周太发却本性难移 想趁着果敢一团乱的时候 趁机浑水摸鱼 周太发伙同一些人 并假扮同盟军绑架滞留在果敢的人 索要五十万赎金 这是四大家族都不玩的东西 他倒是捡起来了 只可惜只包不住火 同盟军又怎么会纵容 很快这伙人就被逮了起来 周太发被抓的当天 同盟军司令部的书记 也亲自下来交警大队 和他说了一句 你别狡辩这么多了 这回你真的死定了 看样子 周太发极有可能被判死刑 也就是在那一天 同盟军紧急下发军令 有身穿同盟军军装 进行拦路抢劫的 一律死刑 乱世之下用重点 可见彭德仁的决心 然而事情还没完 彭德仁明白一个道理 水能在周一能复周 同盟军虽然战功赫赫 但是并不代表可以为所欲为 尤其是一旦从出现抹黑军人形象的 这样的损失难以弥补 网络的舆论战确实成就了同盟军 大部分人都在支持同盟军 声势逐渐升高 然而稳定之后 负面消息却一直不断 有内部腐化 新人不守纪律 规矩的 甚至还有假冒同盟军的 于是在1月28日 新的通知又来了 为严肃军纪 规范军人言行 维护同盟军组织整体形象 此规定的确是恰到好处 大家也不用猜测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同盟军了 想借此流量球打赏的 一律是假的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彭德人要建立花邦特区 有三大困难要克服 是哪三个 第一大困难 占领蜡虚和穆姐 蜡虚是缅北的军事 经济重镇 穆姐是缅北最重要的对外口岸 彭德人只有完全控住蜡虚 穆姐 才能真正掌控整个缅北的经济命脉 也有底气对抗缅军未来的反扑 同时控制了这两个地方 彭德人也有了足够的地盘和人口 可以全力发展经济 提升实力 但是目前蜡虚和穆姐 还在缅军的手中 要想占领非常不容易 缅军战斗力虽然不强 但是缅军归缩在奸程里面 依靠强大的火力 加上空军的配合 彭德人的人民联合军 能不能攻克这样城市 实在很难预计 因此 要想成立花邦特区 这就是第一个困难 第二 整合各地武装 抛弃加天下的观念 彭德人是继承了 他父亲彭加生的衣钵 显然有加天下的嫌疑 在缅北各地方武装里面 这种家族性质的传承 也很常见 无论是瓦邦的豹友祥 还是猛拉的林明贤 都是一样 他们的儿子应该都会接班 如此一来 就都成了家族的天下 可是在如今的社会里 加天下还能行得通吗 彭德人能不能把各地武装 完全融合在一起 就看他有没有这个魄力和勇气 抛弃加天下的成就观念 这点估计对彭德人而言 显然很难做到 当然别人也是一样 他们能心甘情愿地放弃 权力和地位吗 能不能让大家 抛弃成就的加天下 以天下为攻 显然是彭德人 要遇到的第二个大困难 第三 能否缅军的压力 彭德人就算能克服 前面两个困难 接下来就要面对 另外一个对手 无论是缅甸军政府 或者是未来的民选政府 都不太可能接受彭德人 这种高度自制 彭德人只有尽快提升实力 在军事上能和缅军抗衡 在军事上威慑缅军 让他们不敢乱动 这就需要彭德人的话 帮有足够强大的政治 军事 经济的综合力量 强过缅甸政府 也让管辖下的百姓 能安居乐业 如果他做不到这些 估计百姓就会抛弃他 又怎么会心甘情愿的和他对抗缅军呢 这无疑是第三困难 这是长期的工作 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此 彭德人如果想建立一个真正的画邦特区 要走的路很长 他究竟能走到那一步 只能看他的意志和信念了 如果他能克服前面三个困难 指望他统一缅甸 就有些好高骛远 应该也不现实 毕竟缅族人才是缅甸的主体民族 要想把他们同化 估计没有几辈子的事 恐怕很难做到 但是未来会如何呢 只能拭目以待了 彭德人与鲍艾康的交锋 缅北三兄弟 自1027行动以来 取得辉煌战绩 国杆同盟军 不仅收复国杆地区 而且控制版图扩充数倍 缴获大量免军资重 尤其是重武器 榴弹炮 火箭炮 不战车 从综合实力 彭德人的同盟军 与鲍有祥的瓦邦军 已是伯仲之间 如果算上四特区的 姐夫林明贤的部队 相信鲍有祥心里五位杂陈 起伏莫名 此次彭德人率核心高层 访问瓦邦 明里是致谢鲍有祥 瓦邦的大力支持 同时看望与父亲 彭家生同辈的瓦邦领导层 前台词是 国杆同盟军 不再是昔日东躲西藏的游击队 而是能与瓦邦军 平起平坐的国杆邦 彭德人一行 军装革履 军贤帽灰蹭亮 再与瓦邦军老一辈座谈 都坐在侧位 无不展现对瓦邦领导层的尊重与礼貌 反过来 瓦邦领导层均荣随意 且作为与彭德人对位 瓦邦实际接班人 抱有祥儿子 抱爱康 身着休闲装 头戴休闲帽 神情冷淡 若有所思 其实 这也不奇怪 国杆同盟军的崛起 已经严重挑战 瓦邦在缅甸少数民族军事团体的领导地位 如何适应国杆同盟军的崛起 如何应对今后缅北不确定 纯齿交错的边界 潜在的军事摩擦 与缅政府 龙国协商机制上的领导地位 等等 都值得抱爱康细细思考 缅北战事三个月后 今年的春晚 白索城等人要在中国的铁窗里看了 1月30日晚 中国公安部网站发布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 缅甸警方依法将六名重要的缅北国杆电诈犯罪集团头目 包括白索城 白银仓 魏怀仁 刘正祥 刘正茂 徐老发 以及其他四名犯罪嫌疑人 移交给了中国 洞见历史人物 品息世间百态 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至此 盘踞缅北十几年的电诈势力 即将土崩瓦解 移交我国的电诈头目中 白索城 无疑是最引人注目 最重量级的一个人物 白索城等被抓回国 竟然带来几个令人惊诧的 意想不到 下了飞机的白索城父子 失去了往日的荣光焕发 白索城头发蓬乱 面目黄瘦 一脸憔悴 一直低着头 昔日威风不在的白索城 一直低着头 白索城之次子白鹰仓 头发稀疏且蓬乱 面目黑黄 他和他父亲一样 看起来也是抬不起头来 昔日这位国杆四大公子之一 国杆民兵大队大队长 国杆财政局局长白鹰仓 今天似乎像个落汤鸡 说到这里 想到中国有一句成语叫 多行不易必自闭 意想不到之一 电诈头目们都是完好无损 被押解到中国的 大家还记得吗 2023年11月12日 中国对明氏家族头目 发出通缉令之后 过了四天 明氏家族四名头目 便被移交中国 然而明氏家族的最重要头目 明学昌在移交中国之前 已经身亡了 当时就有人推测说 明学昌作为国杆四大家族 重要头目之一 掌握了太多秘密信息 因此他如果带着口舌 来到中国的话会不好 因此明学昌就为罪自杀了 免方交给中国的 也是一具尸体 那么大家受到经验主义的影响 都认为原国杆四大家族的头目 特别是像白索成等核心头目 在被移交给中国时 可能也已经是深固的状态 一方面是白索成所掌握的信息更多 另一方面 白索成毕竟身居高位了一辈子 已经是75岁的人了 以他骄傲自尊的身段 一定不想成为阶下囚 但是我们都想错了 包括白索成在内的这六名头目 不管年老年少 都是完好无损的 被押解到我国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意想不到 意想不到之二 抓白索成这批头目远比抓明学昌要难 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发出对明学昌等四名头目的通缉令之后 仅仅过了四天 勉方就将他们移交中国 当中国于2023年12月10日 发出对白索成等十名头目的通缉令之后 我们那时也都认为 勉方会在几天之内 将这些头目们抓捕归案 并移交中国 但是我们都预料错了 时间整整过去了40多天 这批头目中的六人才被移交到中国 根据官方报道 在中国发出通缉令后 在外交部和我驻勉大使馆大力支持下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赋免电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 工作组与勉方进行多轮会谈磋商 就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全力击补并移交电信网络诈骗集团重要头目等 达成一致意见 我认为这句话虽然看起来是很官方的通报 但是看得出 在其中我国大量公安干警所做的工作 所付出的辛苦 同时还动用了外交方面的力量 在此我呼吁那些在网上天天喊着 为什么我国不直接派军警到缅甸抓人 并且直接去捣毁电诈园区 抓捕电诈人员的那些网友 一定要认清跨境执法的复杂性 监济性和长期性 虽然过了40多天才将通缉的嫌犯抓捕归案 确实是在我们普通网友的意料之外 但正因如此 我们更应该为办案的公安干警致敬 意料之外之三 6名电诈头目被抓捕归案 并非是一件单纯的事件 虽然6名电诈头目是1月30日移交中国的 但是前期我国公安部和外交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大家发现了没有 就在快进入到2024年左右时 在2023年 一向不积极打击电诈的缅甸军政府 对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突然之间就积极起来 动真格的了 一是 针对缅甸最臭名昭著的电诈城市妙瓦底 12月27日 米昂来大将和泰国武装部队中将贾卡彭 詹彭讨论了两国军队合作共同打击 位于妙瓦底附近的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计划 只是因为妙瓦底的保护伞 以苏其都为头目的克伦边防军脱离缅军而独立 这个计划暂时未实施 二是 1月23日 缅军在扇邦南部南桑镇 逮捕了超过1000名 涉嫌参与电信网络诈骗和洗钱的中国籍人员 之后便通过小猛拉打落口岸 向中国移交 三是 1月28日 缅军对扇邦东南部最大的电信诈骗窝点城市 大其力的相关诈骗窝点 进行了捣毁 逮捕了一批电信诈骗人员 并且将他们遣返中国 可以看得出 这一系列事件都表明 缅甸军政府的确开始动真格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了 而抓捕白索成等6名电诈头目 并向中国移交 只是我国协调缅甸军政府 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一项具体任务 应该说 抓这6个人是个战果 而协调缅甸军政府 全面打击缅甸境内电信网络诈骗 是更大的战果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意料之外 一棵大树招风 一个人过于狂妄 则必有灾祸 得一时越是妄刑 是一时就越是悲惨 与白银仓一同潜逃的魏容 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而白索心心念念的白英兰 无法永远逃避法律的制裁 在此 我们强烈敦促白英兰和魏容认清形势 尽快投降 以寻求宽大处理 回想当时 白索成曾信誓旦旦的表示 她绝不会像明学昌那样自杀 她有着足够的自信和实力 来应对任何困境 然而 她的话音刚落 就被公安机关抓捕回国 这无疑是对她的巨大讽刺 白是父子 她的一生 充满了权力 财富 暴力和罪行 也见证了缅北的历史 政治和经济的变迁 白索成的母亲张凤果 是白光华的原配 是一位老实顺从的农村妇女 白光华在发达后 又先后迎娶了二娘普世 三娘鲁氏 白光华和三位妻子 共生了五个儿子 十个女儿 其中 张凤果生了两男三女 白索成在儿子中排行第二 三个妻子中 白光华最宠爱三夫人鲁氏 爱屋及屋 鲁氏所生的一子吴女也备受宠爱 其中弟弟白长九 由为父亲钟爱 自小就被送去读书 而原配嫡出的白索成兄弟姊妹 确保受父亲冷落 都没上过一天学 白索成八岁就被父亲赶去放牛 有一次 一个吊队的母牛 不小心踏破了一个马蜂窝 赶来寻找的白索成 躲避不及 被群峰围攻 折得面目全非 但倔强的她毫不退缩 硬是强忍剧痛 将母牛带回牛圈 这件事 让白光华看到了白索成执着和倔强的一面 内心有很大触动 决心不再让儿子老死相也 将他送往当时的缅供军中效力 一路军旅生涯 白索成曾经在东北军区任过班长 台长 连长 4046营长 883旅副旅长 912师副师长 国赶县大队政委等职 缅北战士平仁 硝烟炮火中 白索成渐渐成长为一个 有着丰富军事经验和政治头脑的人物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 他也继承了父亲的狠辣和无情 2009年8月 缅甸政府军以彭家生涉嫌私造军火为由 向其发难 危急存亡时刻 白索成和刘国习等人突然背叛彭家生 宣布效忠缅甸政府 彭家生孤掌难鸣 被迫和家族重要人物流亡海外 白索成的这一举动 震惊国赶 也震惊了中缅两国 凭借背叛老上司 他成为了国赶地区的一把手 也自此开启了国赶的四大家族时代 2010年 白索成利用他与缅甸政府的关系 获得了国赶地区的经济特权 开始了他的赌博和电炸业务 他以家族为组织 建立了数百个赌场和电炸窝点 吸引了来自中国 泰国 老窝等国的赌客 和诈骗受害者 白家势力 至此成为国赶诈骗家族的老大 据路透社报道 缅甸原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儿子 金阿里斯 日前收到了母亲通过英国外交部 传递的一封手写信照片 里面提及 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如过去 但扣押期间 他的精神状态良好 洞见历史人物 品息世间百态 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金阿里斯是昂山素季 和旅居不丹的英国学者 迈克尔 阿里斯的小儿子 夫妇俩还有一个大儿子 亚历山大 阿里斯 两人都居住在英国 47岁的金阿里斯称 这是自2021年2月1日以来 远在英国的家人 首次收到他的消息 这封信是写给我们一家人的 他写下了对所有家人的爱 以及他自己的经历 信中 母亲表示 虽然自己年事已高 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从前 但精神依旧坚强 金阿里斯说 金阿里斯表示 这封信是家书 因此不会透露其他细节 他此前曾通过缅甸 驻英国大使馆 给母亲寄送药品等生活物资 昂山素季也在信中表示 去年儿子寄给他的医疗 和生活用品等 均已收到 昂山素季于三年前的2月1日 被缅甸军方扣押 随后面临叛国罪 贿赂罪和违反电信法等多项罪名指控 他本人否认了这些指控 并提起上诉 目前仍有部分案件在审理阶段 透过媒体 这位小儿子再次表示 希望母亲获释的心愿 曾被西方视为民主之光的昂山素季 为何最后惨遭西方抛弃 2017年8月25日 缅甸西部若开帮多个警局和哨所 遭到武装分子袭击 免政府在确认袭击者为若开帮罗星家救赎军后 立即对其展开倾角行动 在此过程中 大批罗星家人逃往孟加拉国 罗星家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热点 直此敏感之际 缅甸国务资政 民主斗士昂山素季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谴责若开帮发生的所有侵犯人权 与非法暴力行为 昂山素季的发言 引来西方世界的一片踏乏 向来力挺他的欧美国家 纷纷发文斥责 声称昂山素季缺乏人道主义精神 从民主人士蜕变 为了政客 更有甚者 宣称昂山素季 配不上曾经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 那么 昂山素季 难道真如西方媒体所言 背叛了西方国家的信任 昂山素季 缅甸国父昂山将军之女 出身政治世家的昂山素季 起初并未打算卷入缅甸政局 40岁之前 他常年生活在国外 从事文化领域的研究 直到1988年4月 从英国回到缅甸 他因昂山之女的身份 不可避免被卷入政治漩涡 彼时 缅甸的民主运动正如火如荼 民众高举昂山将军的画像 在大街小巷游行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 没有任何政治抱负的昂山素季 同年8月25日 他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关于缅甸 我没有一个清晰的前景蓝图 但我的父亲用他的生命证明 他愿意为缅甸人民牺牲 现在人民将这种敬爱 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我愿意做出同样的选择 随后昂山素季组建 人民协商委员会 试图将缅甸带入民主社会 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 也是他化身民主之光的开端 时过境迁 西方对昂山素季的态度 发生了重大变化 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 缅甸对欧美国家而言 不过是其宣扬民主 攫取切实利益的工具 丈夫的去世 昂山素季的丈夫 迈克尔 阿里斯是一位英国学者 他们的感情始终坚真不渝 然而 由于昂山素季受到软禁 两人的相距时光并不多 据今阿里斯透露 他的父亲在临终之前 没有抱怨过昂山素季 反而表示不希望他离开缅甸回到英国 昂山素季的丈夫迈克尔 于1999年因前列腺癌在英国逝世 享年53岁 那时昂山素季正身处软禁之中 无法与丈夫见最后一面 曾经一家团圆的希望被无情的现实拆散 这让昂山素季感到无比的悲伤和愤怒 虽然外界对昂山素季有各种不同的评价 但他的丈夫迈克尔并不抱怨 他认为昂山素季应该留在缅甸和人民一同奋斗 这对夫妻之间的深情厚意令人动容 而丈夫的去世也使昂山素季的软禁更加艰难 为了让昂山素季能够早日重获自由 律师团队一直在努力 他们继续上诉以证明昂山素季无罪 然而案件的结果至今仍未可知 目前昂山素季的健康状况堪忧 加之年事已高 要能够以清白之身走出监狱并非一事 近年来昂山素季的健康状况愈发不佳 他无法正常进食 频繁呕吐且头晕严重 而自金阿里斯表示 母亲长期以来一直饱受牙龈疾病的困扰 但却无法获得合适的治疗 尽管监狱当局出具了建议提供紧急护理的证明 但军政府却拒绝了这一请求 面对母亲的痛苦 金阿里斯感到十分痛心 并对军政府的决定表示不解 任何人一旦患有严重的牙龈疾病导致无法正常进食 身体健康都会受到威胁 金阿里斯表示 他还透露 自从昂山素季被软禁以来 他一直很难与母亲取得联系 政府军也无视他的请求 目前 他对母亲再次获释抱有一丝的希望 并希望缅甸能早日恢复平静 金阿里斯 是昂山素季与英国学者迈克尔 阿里斯的次子 作为昂山素季的儿子 他对母亲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担忧 金阿里斯是混泄后裔 拥有英国国籍 而且他仍然在英国居住 自从昂山素季被关押以来 金阿里斯一直与母亲失去了联系 政府军拒绝回应他的请求 甚至不愿提供 关于昂山素季下落的信息 对于一个儿子来说 无法与母亲取得联系 无法得知母亲的下落 这种焦虑和痛苦无法言喻 为了向军方争取治疗机会 金阿里斯多次尝试与军政府联系 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甚至连他送母亲生日礼物的愿望 都无法实现 金阿里斯表示 他希望能够再次见到母亲 并恳请军政府 能够放行昂山素季接受治疗 对于一个儿子来说 没有什么比母亲的健康更重要了 缅甸民盟主席昂山素季还在监狱 其兄弟家产 住所将被拍卖 2022年缅甸联邦最高法院 应吴王山屋申诉要求 对门牌54号院 吴王山屋和杜王山素季 遗产分割问题进行审理判决 判决决定将整个54号院进行拍卖 然后再对拍卖所得进行分配 而现在 葛玛玉选法院判决 确认了拍卖底价 2022年 缅甸联邦最高法院 应吴王山屋申诉要求 对门牌54号院 吴王山屋和杜王山素季 遗产分割问题进行审理判决 判决决定将整个54号院进行拍卖 然后再对拍卖所得进行分配 而现在 葛玛玉选法院判决 确认了拍卖底价 早在2015年的时候 昂山素季就曾来华访问 亲眼目睹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 大为折服 所以 等到真正参加一带一路的贸易会议时 才会发出如此由衷的感叹 在他心里 中国和缅甸 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都是被列强殖民瓜分过 都曾深陷经济发展的误区 有过停滞不前的艰难时光 如今中国的崛起 让昂山素季坚信 是中国人民的勤奋和努力 创造了新的辉煌 敬佩之余 也希望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 为缅甸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对于中缅关系 昂山素季给予了最真诚的感谢和肯定 我很感谢中国理解若开邦问题的复杂性 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这份理解对缅甸政府弥足珍贵 中缅关系也会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事实证明 昂山素季的选择是正确的 自缅甸搭乘一带一路的快车以来 经济得到了显著提升 根据数据显示 2019年时 缅甸的经济增长6.6% 2020年则达到达6.8% 在缅甸北部 有最大的城市曼德勒 和其相邻45公里的角色镇上 排布着整节有序的中缅天然气管道 在一带一路的先岛示范工程中 这些管道平均每年能输送高达 6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1000万吨的原油 极大的改善了当地的经济和民生问题 就连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都表示 多年来 中缅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 极大的促进了缅甸的经济发展 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 一切正在潮昂山素纪希望的方向发展 可他本人却再次遭遇了牢狱之祸